5月6日 中国公共外交协会与中国人民大学重洋金融研究院 共同举办的求和平促发展全球二十国智库在线对话会 针对最近美西方企图把恶乎冲突的责任归于中国的论调 中国外交部副部长乐玉成在会上反问 凭什么要中国对恶乎冲突担责 再被问到如何回应美国官员声称 武力攻台不可接受否则所有对恶制裁孤立措施都将在中国大陆重演时 乐玉成表示中国不会被下党 中国必须统一也必然统一 这是不可阻挡的历史进程 在主旨演讲中乐玉成直斥美西方企图把恶乎冲突的责任归于中国的论调荒谬 中国既不是当事方更不是肇事方 凭什么要中国对恶乎冲突担责 乐玉成进一步指出 中俄关系建立在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原则基础上 也不受第三方的影响 冷战结束以后 中俄通过平等协商和谈判 彻底解决了历史遗留的各种复杂问题 建立了高度的政治互信和密切的经贸联系 两国友好无止境合作无禁区的表述 正反映了中俄关系这一现实及愿景 倒是有的国家莫名其妙地为发展对话关系人为划出禁区 提出很多先决条件 还大搞脱钩断供 甚至用竞争对抗来定义双边关系 限制双方合作 这样的关系怎么可能搞好 乐玉成反问道 乐玉成说道 恶乎冲突发生以来 中国坚持维护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 坚持安全不可分割的原则 秉持公道正义 努力劝和促谈 积极参与人道救援 不打小算盘 不谋私利 反观个别大国 不仅不劝和促谈 甚至扬言要用乌克兰危机来削弱俄罗斯 把乌克兰当作拖垮俄罗斯的耗残和炮毁 用乌克兰人的生命来满足他们自身的大国野心 实现自己的地缘战略目的 而对一些美国官员声称 美国在对付俄罗斯时 也不能忽视中国 要使欧亚大陆为欧亚战场 力争同时打赢欧洲亚太两场战争 乐玉成直言 这种论调十分危险 他们不仅不惜去欧洲战火连天 生灵涂炭的教训 还企图开辟第二战场 把战火烧到亚太 美国推行所谓印太战略 扬言如果改变不了中国的体制 就要重塑中国的周边战略环境 近来 美国也不断在中国的家门口修肌肉 拼凑各种反华小圈子 甚至在台湾问题上 大作文章 试探红线 这不是亚太版的北约东扩又是什么 如果任期发展 后果不堪设想 最终会把亚太退入火坑 近来国际社会高度关注 俄湖冲突对台湾问题的启示 但有 今日乌克兰可能成为明日的台湾 且有美国官员表示 中国应该从这场冲突中 吸取正确的教训 即武力攻台是不可接受的 否则所有针对俄罗斯的制裁 孤立措施都将在中国大陆重演 对此乐玉成表示 首先要纠正两个错误 第一 台湾问题与乌克兰问题 没有任何可比性 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共识 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 有些人在乌克兰问题上强调尊重一股主权和领土完整 但在台湾问题上 却公然踩踏一个中国红线 这是彻头彻尾的双标 国际规则被他们当作玩物 成了可以随意变来变去的变形金刚 第二 应该吸取教训的不是中方而是美方 中国不是乌克兰问题的当事方 更不是肇事者 乐意诚说 众所周知 美国对欧洲安全负主责 现在欧洲安全出了问题 美方当然要深刻反思 吸取教训 至于吸取什么教训 我认为至少有三点 冷战思维要不得 单边制裁使不得 带领人战争打不得 至于有人说 要把所有针对俄罗斯的制裁 孤立措施都用在中国身上 我坚信中国不会被吓到 乐意诚表示 新中国成立七十多年 什么样的大风大浪没见过 最近几年 美国就不停地 对中国加水脱钩 断供 甚至抓人 闭管 处刑几率 破坏两个合作 但中国不仅没有垮 还在蒸蒸日上 日新月异的发展 我们还有什么可害怕的呢 乐意诚同时正告台翻当局 两岸统一是正道 斜阳谋独是死路 中国必须统一 也必然统一 这是不可阻挡的历史进程 我说是不可阻挡的历史进程 我说是不可阻挡的历史进程 我说是不可阻挡的历史进程